令人興奮的消息 Canva 和 Short Deck 有全新的合作了 讓你能夠在Canva 中 去直接使用來自電影、電視劇、廣告和音樂影片的 超過一百五十萬張的高品質的影像 在本期教學裡面 我會展示給你羅在Canva 裡面去使用 Short Deck 並且分享我的技巧 幫助你輕鬆的瀏覽這個令人驚豔的一項酷 進一步的提升你的實力作品 House Grayson 這頻道只要放關於YouTube頻道運 並流量變現一直往往催眠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首先我先告訴大家 如何去找到 Short Deck 應用程式 那現在我是來到了Canva的首頁上面 然後你需要來到左邊這個選項欄裡面 找到應用程式 在這邊你可以搜索 Short Deck 然後點擊它 你就可以看到會有一個這個應用程式 那這個應用程式是從電影、電視、廣告、音樂、錄影帶中 搜尋超過一百五十萬張的影像 為您的宣傳資料或者簡報找到完美的鏡頭 那圖像是可以用於參考、研究、教育和啟發的 那你可以選擇應用現有的設計 或者是應用到新的設計上面 那我也展示給大家 如果你進入到了一個編輯介面裡面 你如何去找到 Short Deck 那你可以來到左邊選這個應用程式 然後搜索 Short Deck 你也可以看到會有這個應用程式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這個應用程式 你需要首先要連結到你的帳號裡面 那這邊大家需要注意 你需要首先註冊 Short Deck 帳戶 你要點擊這邊的 Sign Up 那這邊它會提供兩週的免費使用 那這裡大家需要注意 在兩週免費使用之後 如果你還想要使用 Short Deck 裡面的功能 那麼就需要單獨的訂閱它的計劃 所以不是說你有Cup Pro的帳戶 就能夠完全免費使用這個功能了 這和其他的功能會有些不一樣 那這邊我可以輸入我的郵箱 然後這邊選擇繼續 這邊它會給你發送一個驗證碼 然後就輸入你個人信息 然後創建一個密碼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就開碼裡面打開了 Short Deck 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介面還是比較簡單的 首先就是 Shots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展示給你很多影片裡面它的畫面 比如說隨便打開一個 把它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這畫面了 或者在這邊你可以搜索電影名 或者是電視劇它的名稱 比如說我搜索Titan的一個號 那就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在Titan的一個號裡面 它的畫面 你就可以把它運用到你的畫面裡面了 或者我可以搜索一個關鍵詞 比如說 我想要找一些關於聖誕元素的一些畫面 那我就可以搜索聖誕節 然後讓Kama展示給我關於聖誕節的一些影片 比如說我可以看一下這部電影 那這邊就會有一些相關的影片畫面了 或者說我可以組合我的關鍵詞 比如說可以搜索車輛駕駛 那這邊都是有關於駕駛車輛時候的畫面的 但是我想要找一個女司機 所以可以搜索女性 那你可以看到就會有兩個關鍵詞 它是組合在一起的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畫面 就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女駕駛員 而且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畫面上面右上角有一個三個點標誌 那這邊你是可以查看到更多關於這個畫面的信息的 比如說它是在哪個年代拍攝的電影 它是在白天還是黑夜 是在室內還是室外 然後它的整體的色調怎麼樣的 然後它的一些拍攝的參數都有 這邊也可以讓你去加入到你設計裡面 然後這邊你是可以變換一個瀏覽方式的 它就是可以讓你更大的圖片去瀏覽 那這邊我也帶大家去了解一下 如果就使用ShowDeck本身的網站 那在這邊你是可以找到更多資源的 然後也有不同方式去找到你想要的圖片 那底下會展示給你近期加入電影 然後流行的電影 以及流行的導演 流行的攝影師 還有流行的搜索 那這上面你可以輸入關鍵詞 或者是你可以上傳圖片 然後搜索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我上傳圖片是這張 然後它就幫我搜索到了 其他影片裡面的畫面裡面 是這樣的類型的 所以真的非常的方便 有非常多的圖像我們可以選擇 我可以點擊一張圖片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面會有更多細節 圖片是放大的 然後底下會有它圖像裡面所有的顏色合集 再來就是關於這張圖片更具的信息 然後類似的圖像也是會提供給你的 那假如說我在這個色盤裡面 選擇其中一個顏色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幫助我根據這個顏色 找到了所有類似的圖像了 那左邊是會有更多的類別 你可以去篩選的 那這邊我可以輸入電影的名簽 比如說可以搜索變形金剛這部電影 那就可以看到 所有關於變形金剛 它的圖像都會寫在這邊了 點開一部影片 你可以看到就會有更多細節 然後更多類似的圖像 放在這底下 不僅如此 我們還是能夠去創建 我們搜索圖像的合集的 你可以看到 當你把你的滑鼠放到一張圖片上面的時候 有這三行線的標誌 在這邊你可以創建一個合集 你選擇這個New Deck 你交入一個名簽 那現在我就創建一個新的合集 是關於這個變形金剛的合集的 在這邊打勾 那這個圖片呢 就被交入到這合集上面了 你可以選這張圖片 在這邊呢 加入到這合集上面 再選這張 也加入到合集上面 那你呢 能夠在Show Deck裡面 去快速找到這個Decks 就可以看到 有個剛才我創建好的 關於變形金剛的合集 有三張圖片 那回到Kama這邊呢 你需要刷新一下 然後選擇這個Decks 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也有剛才創建好的變形金剛的合集 你就可以看到這三張圖片 就有了 所以呢 使用這個功能 就能夠讓你快速的找到 你想要尋找電影裡面的影像了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連接 去開始使用Kama 我想了解更多關於Kama教程 你可以點這個播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期面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夠這部影片點個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接更多關於Kama內容 追蹤我的IG 能夠和能夠互動 那我們下期間見 掰掰